光滑外皮饱满内线 这家东区红豆饼名店 日前才因租金谈不拢 黯然退租 想不到房东一眨眼 转头高价招租 一个鲍鱼一个男朋友 红豆饼一楼加地下室 41平店面 原租金22万8千元 因东区人潮衰减 店家打算退掉地下室 喊出月租17万 遭房东拒绝 两方破局后 房东进对外开出38万周租 以红豆饼一个25元计算 这一前一后租金落差 相当于得多买6400个红豆饼 我心里有底 我知道它一定会在涨价 只是我不知道它的幅度这么高 它超过一倍 你要有一倍的人流 或是我要有一倍的生意 我是没有办法负担的 我们这一侧面的租金 房型价格在8千 顶峰到8千 那它下的单价 已经接近1万多了 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老店永福楼在1月底收摊之后 原址空租至今长达了半年多 但如今30楼租金 还是喊到了500多万 就是不降租 无论人潮怎么外流 房东就是不为所动 永福楼1楼维持320万月租金 2、3楼合计也要200万 快时账店从东区退场后 三层楼租金仍在600万 不动如山 对面韩系富士品牌 整层破千万租金 也不见因长期空租 而有丝毫退让 他们降租会牵动到 整个社区的这个租金行情 所以他们也不太喜欢这样子 有些房东真的事实上 是不了解目前整个东区的状况 还是因为目前状态是跟钱一样 有那种高的租金的价格 可是事实上我们东区的租金 目前都已经下修到三层去 宁可空租也不愿降租 就怕联动打坏房价 东区房东的太有原则 恐怕才是双圈 挡不住退租潮的最大主因 解诚事件里配训台报道